今天我們會用計數機教大家如何計算平均和平均 有兩個不同的解法DSE 一種是有 Frequency 另一種是沒有 Frequency 解法差不多 但可能有些東西要加上去 很多同學都應該試過 但經常都不記得 阿Sir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先看一看題目 題目說了現在有很多個學生 每個人擁有的計數機都不一樣 有七個學生擁有零個計數機 有十四個學生擁有一部計數機 有十五個學生擁有兩部計數機 有四個學生擁有三部計數機 我們先來計算一下 不要理乎 Frequency 就這樣理0,1,2,3 可以嗎? 就沒有 Frequency 當它沒有 Frequency 同時一個學生擁有零部 一個學生擁有一部 一個學生擁有兩部 一個學生擁有三部 我們先來試試怎樣讀 首先按兩下 Mode 按兩下 然後按4 記住 凡親Standard Duration 這個SD Mode 都一定要清除 data Shift-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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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按一下Exe 你看到它有Data Key 你只要開始做 可以嗎? OK 我們就讀0,1,2,3進去 首先先讀0 然後不是讀Exe 是讀M加 可以嗎? 你看到這裡有個1 然後讀0就讀了 讀1進去 然後M加 然後讀2進去 M加 然後讀3進去 這個就是沒有Frequency 4就代表你讀了4個Data 然後按一個AC 變回0 然後Shift-2 這個第一個 X上面一橫 就是Mean 這個就是Standard Duration 而這個不用理會 可以嗎? 1 讀1 平均的Mean 就是1.5 好了 如果Standard Duration 標準差的話 就讀2 這個就是Standard Duration 的Value 可以嗎? 另外一個讀法 就是有Frequency 記住同學 做每一次Input 那時候 讀入去的時候 記住 要Shift-9 1 一定要清除Data 如果不是 它會Cuminative 清除了 好了 這裡就跟那個題目 要求 我們一步一步地讀入去 可以嗎? 題目的要求 07 我們怎樣讀呢? 首先就是 先讀0 OK 接著呢 Shift 這裡不是旁邊有一個Comma 嗎? 那你讀了它 變成一個分號 可以嗎? 接著讀Frequency OK 接著按M加 可以嗎? 那你讀了第一個Data 如此類推 1 接著Frequency 後面的 接著 2 接著 3 接著 你應該有四個Data 四組的Data 接著我們有Shift 2 1 它幫你計算了 這裡全部的Min 1.4 接著 再讀Standard Division Shift 2 2 Standard Division 就是0.888 可以嗎? 麻煩同學 記了它 有Frequency Shift Frequency 是後面 你們經常問Frequency 是前面還是後面 Frequency是後面 跟著題目 07 1 14 25 然後 3 4 通常 Frequency 都是Data的後面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些Frequency 都是Data的後面 你按回order 就已經解決了